马上进入到两个人共用的三分钟的比赛 方杨老师你先 杨老师你先来 你先吧 毕竟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 留给中国篮球的时间好多 上到教练 下到队员都参加综艺了 我们上综艺不耽误训练 这太低了 你们 你们训练跟上综艺似的 不都闹着玩吗 再说了 你们没上综艺训练出个啥 冲出亚洲了吗 怎么没出亚洲 我还打过一次世界杯呢 你都没有进过国家队 我觉得国家队做得对 你那些世界杯也在亚洲办的 不也没算冲出去吗 那你的意思 在亚洲办不是世界杯了 你别管在哪办呢 这么多年 我就经过一次世界杯 谢天谢地 可别提那件世界杯了 上去联署三场吧 进过球呢 没有 没有吧 蛮可爱的 我就不明白啊 说踢足球的 门大 球小 人还多 你咋就不往门里搁呢 原谅 篮球教练 外行话 那个球门是大 但前面还得站个人呀 有什么员呢 人家也是国家队的 国家队和地方队不一样 你是知道国家队是有多 多厉害啊 哎呦 我确实不知道国家队厉害啊 你踢的都是啥国家呀 你们不说啊 我还不知道这些国家队这么厉害呢 你又我知道啊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啊 也是最后一次吧 咱也别败了啊 咱篮球啊 不犯足球 哎 让观众投票吧 觉得谁说的漂亮 就投给谁 当然也可以直接投给长得漂亮 他说啥 老铁门 给国资奥的队伍投票 热烈的场中送给两位 送给两位 来 来 来 各位 各位 介绍一下 哎 强啊 然后隆重的认真的介绍一下范哥 刚才通过两个人的battle 是不是范哥 让大家见识了 什么叫做自杀式的battle 了不起啊 所以拿出手中的按键器 再说一下 支持杨明 蓝剑 支持范志义 红剑 来 倒计时开始 3 2 1 大家看一下 太强了 太强了 发生了什么刚刚 这也太好笑了 你们入错行了 太好笑了 我得有个建议 是不是下一期的主持人 这个衣服不要让他穿 不要 我得要你脱下来 我来拽下来 行 遥 besides 增薄错行了 而且大家有认真体会这件事吗 两位 一位前果角 一位篮球顶级联赛的主教练 男篮和男足的battle 就是菜鸡护卓 但是你知道 卓出来了很精彩 是不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还是要到我们看一看 两位最终吐槽热励志的时候 请看 跟杨敏尼指导这场pk 我感觉到最后觉得也不能说七八分 我肯定能赢阳的 我觉得我还是发挥了正常水平 只是我对手太强大了 确实也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好一点 终于看到了点心情 看到了点希望 黄队赛 恭喜三十一获得了128票 为他的队伍 火上浇油队之后要上场的每个队员 加上了5票 我能说一句吗 你能说 杨敏 当然 当然 我作为一个教练员 头一次输得这么开心 因为一会儿我跟范日导 还得回到那悲战间里 你当要赢了 我都不敢回去了 我刚开始说了 我想好了 我一赢 我就组了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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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跟你说这节目有黑幕有黑幕 就是为了你接下来的安全 挺好 挺好 谢谢 谢谢节目组 谢谢 而且我们必须要让范指导 再这样 没事 没事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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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劲了啊 上劲了 大家知道 大家能体会我们的那个 哎呀 老太 他带一嘴 你又是个老大孩啊 泛哥 泛哥 咱俩是一对的 泛哥 对对对 咱俩是一对的 这样 泛哥 我拉着你说啊 大家你知道 我们用心良苦 泛知道 作为足球运动员 是不是很少品尝到那种胜利的喜悦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点不习惯 没事 泛哥 不光你不习惯 我们也不习惯 是吗 撤 你得问杨总 好的 反正谁都不习惯 是吧 都回到备战间去 接着融洽的相处 感谢两位 早点把我们弄下去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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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两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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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什么意思 啥意思啊 不不不 两位 两位从这走就行 便找一条通道消失 两位就是哪个门进不去 两位就是哪个门进不去 不许多哥得握手了 太黑了 水 水太酸 怎么走啊 这是哪有路啊 不是 是不是弄完了以后 就不管我们了 冲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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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坐会儿啊 哎呀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你别老瞎笑 听我说 各位 他 他也太好笑了 为什么这么精彩 我们看来 走啊 走走走走 一方面确实非常好笑 但是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现场已经 怎么又回来了 啊啊啊啊从这儿啊 方哥 方哥您坐好 方哥 把张 nod 哦 哦 我其实就见证了历史 是的 今天肯定是一个 中国综艺史上的奇迹 咱们俩 这什么 太好笑了 咱们把他们很欣来呢 肯定是创造了历史 是太好笑了 但是 你们不要光顾啵啵啵啵啵啵啵 怎么他 怎么老八个东西 弯个门也在这四十啊啦 这没完啊什么他们俩 哎 连门都变得好笑了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就来 跟现场和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分享一个感受 我这个时候由衷地理解了七个字 请神容易 送神难啊